最后我们要带您来到五谷国中 在五谷国中的校园内 原本有一块闲置的废弃土地 是没有在使用的 不过这个学校的志工 相当的用心 把这一块废弃地 重新打造成一片农场 那么这一片农场 现在可以说是这个绿意盎然 不只成为这个学生们 相当特别的学习环境 也让这个校园的环境 变得更加多彩多姿 五谷国中志工 将原本废弃的荒地改造成农场 这片农场正是这都市中的一片绿地 提供孩子不同的学习环境 让校园的环境变得更多彩多姿 五谷国中校长表示 这本是一块连锄头都挥不下去的荒气地 志工们却努力将荒地变农场 那这个开心农场我特别要感谢 本来这块地呢 都是同山左左 草木不生 那每一次这里都是很石块 大泥块 厨头都敲不下去 我要感谢我们有志工们 尤其我们毕业队长 还有我们的李景辉 李组长 大力的号装 我们有成立了园艺社 那我们园艺志工 不管殷勤 他们都到学校来巡视 五谷国中持续将农场的资源 融入更多的努力 校长更是云林农家长大的子弟 全力支持志工们开辟这块开心农场 那我们很感谢因为提供了学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园区 那我们的孩子呢 也会傍晚的时候 会来这边 帮忙爸爸炒 偶尔叫叫水 然后呢 来欣赏我们的一些蔬果的一个成长 志工团队每周固定时间一起来帮忙 一起浇灌 除草 施肥 志工团队主要由学生 教长组成 他们用行动支持农场教学 希望学生在都市中也能够体会种植的辛苦 学习从无到有所需要付出的心血 让学生学会怎么收获 先怎么摘的最佳教材 我们家的记者在五股采访报道